其实很多朋友在施打完小腿的肉毒之后 会很惊讶的说 我的腿都没有力气了 其实那个不是肉毒产生的效果 那个可能是在治疗过程中 所以当他站起来走路的时候 常常会有腿软的状况 大家好 我是白碧美学的林秋贤医师 我们大家坊间所谓的萝卜腿 其实可以根据它的组成来做一些分类 第一种呢 就所谓的肌肉型 就是造成萝卜腿的主要组成 就是肌肉造成的 第二种呢 就是所谓的脂肪型 比较多的脂肪 存积在我们小腿的部位 造成可能小腿的腿围啊 整个外观都比较大的状况 有些人如果下肢的循环比较不好 也有可能是有水肿型的萝卜腿 有时候也会有组合在一起 综合的情况 例如说 它可能有一部分是肌肉造成的 但是同时又掺杂了一部分的脂肪组织在里面 如果它是肌肉型的萝卜腿 这一块肌肉已经被训练出来 那它已经形成一球 或者是结状在那个地方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单纯只想要靠拉筋 或者是运动去改变它的形状 我认为它的帮助可能有 但是是有限的 因为肌肉已经被你训练出来了 拉筋顶多就是在把我们这个肌肉 它能够训练伸展的范围再继续的增加 或许可以稍微微调改变那个形状 但是针对已经形成结状的那个 萝卜腿的那个部分 恐怕就没有办法单纯 只凭着所谓的按摩 拉筋 或者是运动的锻炼 让它消失不见 如果它是脂肪型的 那或许有哦 局部的运动增加代谢 有可能让脂肪就是消掉 那你有可能腿就看起来比较细 肉毒呢 基本上它就是阻断了 我们神经跟肌肉的连结 所以当肌肉没有办法再继续 受到神经的指挥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产生它的作用 那我们都听过 用劲沸腿 当它越来越不使用的时候 这一块肌肉就会慢慢的萎缩变小 所以就能够改善我们所谓 肌肉型的萝卜腿 其实最常见的所谓的后遗症 可能就是短暂的瘀青 因为我们毕竟是用针剂的治疗 那有时候在治疗完之后 在针孔处会有一些瘀青 但是这些瘀青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健康 可能一个礼拜左右 就能够慢慢消退的 再来我们还有就是提到 会不会施打了小腿的肉毒之后 我们就不能够穿高跟鞋 甚至不能走 不能跑 不能跳 我们要完成这些动作 并不是只有我们在治疗的那一块肌肉 最常见肌肉型的萝卜腿 其实就是肥肠肌 尤其是内侧这个部分的肥大 那我们治疗呢 大部分主要也是针对这一块肌肉 可是负责我们跑 跳 穿高跟鞋走路 这些还有其他肌群的共同作用 你把肥肠肌放松了 但是其他的肌肉还在 所以他们只要公用还在的话 这些动作还是可以正常完成的 当然我们在治疗前要先确认 他的萝卜腿到底是不是肌肉型的萝卜腿 如果他是属于脂肪型的萝卜腿 做肉毒的治疗 对他的帮助当然就不大 如果呢 我们放松了这块肌肉 但是我们还是得 一直去重复的训练使用它 例如说运动员 他每天都还是要接受训练 这个时候呢 即使被放松的这块肥肠肌 变得比较没有力气 可是他为了要完成训练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造成 其他肌群的代偿 我们针对肌肉型的萝卜腿呢 用肉毒来做治疗 其实他的效果呢 是要在一个月之后 才会慢慢显现出来 最理想的时间 大概是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 那所以其实很多朋友 在施打完小腿的肉毒之后 会很惊讶的说 我的腿都没有力气了 其实那个不是肉毒产生的效果 那个可能是在治疗过程中 因为紧张 所以当他站起来走路的时候 常常会有腿软的状况 实际上肉毒还没有办法 这么快就发挥他的功效 如果有些朋友呢 在治疗后 他觉得那个没有力气 或是酸软的状况 比较严重的话 其实这些感觉 在肉毒慢慢代谢 可能是一到三个月之后 其实也就是会慢慢消失的 在经验上 我们会建议 间隔大概三到六个月 然后连续两次到三次 基本上呢 我们施打的肉毒 进到了我们的身体之后 他是会逐渐慢慢代谢的 那如果说呢 我们治疗之后 就没有再一直去锻炼这个肌肉 基本上在两三次的疗程之后 他是可以相对获得稳定 但是只要我们的运动量又增加 训练又变多 当然有可能 这个肌肉还是会再慢慢长回来的 一般来讲 我们就是认定 肉毒的治疗之后 一到两周 完全没有起任何的作用 这个有可能是产生 所谓肉毒的抗药性 但是根据统计 这样的比例并不高 从文献来看 可能就是借在 0.4到6之间 这个范围 有些朋友呢 他认为说 肉毒治疗的效果 跟以前相较 变得比较差 那我们要先厘清 会不会是他的剂量 有可能在这几次的治疗 医师帮他剂量做减少 所以导致他的效果变差 或者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20岁的时候 他需要的剂量 跟他到50岁的时候需要的剂量 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 那像这一类的状况 你并不能够把它定义为 是肉毒的抗药性 那如果我们真的不幸 遇到了肉毒抗药性的状况 该怎么办呢 其实还是可以跟你的医师做讨论 有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 先休息个一段时间 例如说半年到一年 看看身体恢复的状态 说不定之后 又可以有正常的效果产生 另外呢 我们目前 肉毒的品牌选择 也是越来越多 有时候单一品牌的抗药性 或许我们转换到另外一个品牌 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最后呢 针对萝卜腿这个部分 我想预防剩余治疗 怎么做预防呢 在我们运动之后 可以适度的按摩伸展 避免肌肉单一个区块 过度的肥大 造成外观上的影响 如果说已经形成了 这个时候 当然再加强我们的伸展按摩 可以尝试看看 还可以再做些什么 大概就是尽量 避免会再去刺激 或者是使用 这些小腿肌肉的活动 例如说 过度的跑 跳 或者是穿高跟鞋的状况 那如果这样做 还是没有办法减少你的困扰 那就欢迎来找我们哦 好烂哦 不然把那句剪掉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